你 头残着你 再别等了 都等这么久了 这傻乎的等下去能行吗 那 那怎么 我都得给蒋书记打个电话问问吧 这要来早就来了 喂 蒋书记 张总 你不是说人十点钟来的吗 到现在还没影呢 是啊 说好了去的呀 应该还在路上吧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 是坐船来还是开车来呀 这个倒没说 那行 我们就再等等吧 行 胎死腹中 还不如上次 公民们 我是蒋书记 有能偷咱们的血腾 已经被我抓住了 都在陈老贵 我现在需要资源 谁偷橙子的 走着 陈老贵 到辞他 这看样不想偷橙子的 您是黄主任吧 对 您是哪位 我是 您不会就是陈总吧 对啊 是蒋书记牵线搭桥 我才来的 哎呀 我们等了您半天了 就是 千总您怎么不说一声 人家微服司法 我们今天也见不着你呢 就是啊 行李 完了完了完了 我托个大笼子 怎么了 你吓成这样 我把投资商当小偷给 给送到从委会去 啥 你把投资商给抓了 爸 我还 我刚把PPT发给我秀姨 我还想着他们来 我要不要去讲讲呢 行 行哪 不用去了 说了一些都没有用了 这个人被我得罪了 肯定是不会给他们投资了啥 这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个误会嘛 咱们说开就好了 啥子 我给别过你 我送到从委会里 我还 你不还踹了他两脚吧 没太用劲 陈总 一会儿在河山家喝完茶 咱们就在他们家吃饭了 村里的土车产 鸡鸭鱼肉 都给您备好了 是 你问老总啊 我这个人喜欢简单 吃得清淡 干脆这样吧 今天我反客为主 就请你们 在这儿 咱们吃碗面 那怎么行的 这准备好了 就是啊 没什么不行的 就这样吧 来来来 走 好 什么路子 不知道啊 先吃面吧 你看 万豆苗冬鸡鸡面 多好啊 赶紧吃 嗯 尝尝 味道怎么样 太爽了 哎呀 我呢 不废话 咱们就 说正题吧 不管是正题 还是闲谈 咱们今天 唱开来说 好